为了推广台湾特色农产品行销新鲜优质的蔬果 农粮署特别跟国道高速公路服务区合作 定点设置稻农市集摊位 选在周休二日人潮最多的时候 提供场地让在地小农摆摊 直接销售台湾新鲜优质的蔬菜水果 农粮署希望透过这样的行销活动 帮助在地小农把农产品推广出去 到农市集大概从104年就开始办 那我们其实是希望在大家南来北往的这个过程里面 在休息的过程就可以买到最好的农产品 那这里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全安心 所以这里的产品都是可以溯源的 而且也都经过安全检测 有这些农友来这里就是做销售 提供这些新鲜的农产品给用户人来选购 那农粮署这边很帮忙 就是说帮我们媒合的就是这些服务区在地的这些农友 到我们服务区里面来销售 农粮署表示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稻农市集 展售的都是当季最新鲜味美 最安全卫生的蔬果 像谷坑服务区的十多个摊位当中 就有茂谷干、小番茄、枣汁、柿子、还有葡萄、柠檬、番石榴等 还能现场免费试吃品尝 另外还有茶叶、香菇、豆浆等加工产品 走一趟稻农市集 比光菜市场还过瘾 我觉得很棒、很新鲜 这边的休息站都弄得还不错 我们这个是安全的蔬果 甜度、酸甜比是最好的 它的甜度比外面的甜很多 在周末假期当中 交通部长林佳龙也特别来到高速公路服务区视察 顺便走访稻农市集 林佳龙亲切的跟民众问好 也十分肯定农粮署的用心 除了可以增加服务区的功能之外 也促进台湾农业的发展 农民或者是这些业者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我们也很高兴大家喜欢 所以我也来帮忙推广 除了举办稻农市集之外 农粮署从2月15号到5月15号 也将启动中高品质的农产品外销 以小包装设计 外销北美、加拿大、亚洲、新加坡、香港等市场 过年期间开车上高速公路 不妨利用一点时间到高速公路休息站 逛逛稻农市集 购买国产优质的农产品 送礼自用过好年 稻农市集 炸炸炸 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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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